歡迎收看 蠻天 不是 改一下 這個歡迎收看 不用不用不用 導播我們繼續 古海老船長 因為我講到以前 節目的名字 代表什麼 代表我的節目 歷史悠久 代表什麼 對不對 我不是人家 來問導遊的 做個幾個月 人就不見了 消失個很多年 又跑出來 不幹這種事 我曾經唯一 我做分析師 做了十幾年 只有一次休息 大家都知道 是去年 休息前告訴大家 要崩盤 至少跌一千點 結果果然跌了一千點 而且還超過 是跌了一千多點 那我付出之後呢 我現在 這一段期間以來 我是怎麼樣跟大家報告的 我說啊 嘿嘿 至少 at least 會破前滴啊 大家可能都會誤以為 有一個觀念 就是說 哎呀 你是看了 換了政府啊 小英要上來了 所以你認為會跌 各位觀眾 不對 未來不管誰當總統都要跌 這個是千真萬確的事情 我今天這一集啊 為什麼如此重要 我用數據來分析給各位聽 你就會相信我所講的 因為現在接近520是倒數計時 英文叫做Final Countdown 對不對 那何以見得呢 很簡單 小英因為他的這個政治立場 大家都知道 容易跟對岸形成對立 所以是不利於怎麼樣 兩岸交往的 那麼我們現在對於中國大陸的 依賴程度 是如此之高啊 所以當然在經濟上面來講的話 可以說是喔 不好的 不看好的 那股市當然要跌嘛 這樣大家了解意思 這是很客觀的分析 那除非你跟我講說 小英的政治立場跟馬英九一樣 那那就不用再換人了嘛 對不對 馬英九繼續幹就好啦 是不是 就說我們討論事情的時候 要很理性 那除了我剛剛說在政治面 所造成經濟面的影響之外 為了下的咪 我說前提會跌破 有一個真正最大的因素 你今天一定要仔細的聽 那麼這個因素來自於什麼 America 美國 美國 老船長 真的假的 美國不是股市在高檔嗎 歐巴馬執政喔 一直在施行這個所謂的寬鬆政策 QE是什麼意思 有些觀眾還不懂 就是他不斷的把錢喔 灑到市場上去 各位觀眾 你們沒有讀過經濟學 你可能不知道喔 這個為什麼喔 這個為什麼喔 錢喔 灑到市場上去喔 對於喔 這個資金的活絡 對經濟是有幫助的 很簡單嘛 各位想想看 今天大家都有錢喔 那錢太多的情況之下 錢就會流向各處 那麼股票市場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去處之一嘛 對不對 那他怎麼撒錢呢 很簡單 他到處去買資產 他去買債券 那政府喔 花錢買這麼多的資產 買這麼多的債券 請問一下 錢是不是流入到民間 欸 我跟你買東西 我錢給你 你東西給我 各位觀眾 這樣還聽不懂 我用棒子打你喔 聽得懂 打算打算 很簡單 好 這是一種方法 透過 這樣的模式 錢到市場還不夠喔 美國還怎麼樣 不斷的降息 各位觀眾 銀行利息往下降 請問錢是從銀行 出來的多 還是進去的多 白癡都知道喔 你銀行利息一直降啊 我把錢存在銀行 沒有意思啊 把錢怎麼樣 領出來 那這個錢呢 就會透過降息 你有學過經濟學 你就知道了 他透過降息 然後怎麼樣 哇 錢就出來了 或者是他調降存款準備率 喔 銀行的錢也到民間來了 那麼在這雙重政策的情況之下 又實行了這麼多 Q1 Q2 Q3這樣子實行 造成什麼 造成美國的資金氾濫 造成什麼 造成美國的股市 一路飆漲到18000多點 但是美國的經濟 有沒有那麼好 在當時沒有 就是因為沒有 他才要實行怎麼樣 寬鬆貨幣的政策 可是呢 美國也很聰明喔 他透過這些資金喔 讓他怎麼樣 壯大 讓各行各業怎麼樣 哇 夾個 鼻鼻鼻鼻喔 就怎麼樣 比較有精神的 有力氣恢復了 因為以前 葛林什班的時代喔 美國啊 你各位記不記得 房地美跟房地美喔 崩盤啦 啊 雷曼兄弟事件 讓美國差點掛掉嘛 所以他經過了這麼多年的 怎麼樣 QE政策 讓美國的國力恢復起來 各位聽得懂嗎 美國為什麼是世界第一強國 他是各方面幾乎都是第一強國耶 他在經濟上更是如此 他掌握了全世界的經濟耶 你看很多黃金啊 原油為什麼用美元計價 為什麼不用新台幣計價 廢話嘛 為什麼不用人民幣好了 因為美國控制全世界的經濟 好啦 當美國啊 修身養息這麼多年之後 他的經濟慢慢起來了 他就不能夠一直怎麼樣 用寬鬆貨幣的方式 因為那個最後氣球會吹的怎麼樣 太大就會爆掉通貨膨脹 各位聽得懂嗎 因為你錢幣越來越多的時候 物價就會一直飆漲嘛 聽得懂嗎 好 他現在開始注意聽了 他要把錢回收了 他過去去買資產對不對 買債券 他現在要慢慢把資產跟債券 反向賣回去 那你賣東西 你是不是可以收到錢 對 美國政府就把錢要開始收回去了 各位觀眾 這還不夠哦 你們有沒有聽到美國鷹派 說要調升利率 對不對 因為過去一直降息嘛 現在要講要調升利率 理由是美國經濟變好了 那麼你看 過去調降利率 對不對 去買資產 現在倒過來 現在要把資產賣出去 把利率怎麼樣 調升起來 糟糕了 哇 這麼多的錢 要吸回美國政府了 各位觀眾 那請問一下 錢離開了 股票市場是用什麼堆積的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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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 股票市場不要跟我講廢話 沒有錢就是一個字 掛 有錢就是一個字 飆 漲 對不對 對耶 老船長 那這麼說 對 不用說了 美國股市 開始在高檔 做頭往下彎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因為資金要怎麼樣 慢慢抽回去了 很多小老百姓 因為沒有讀過經濟學 他什麼都不懂 他就怎麼樣 哇 拼命的買 而這些大股東也好 這些政府機構 他政府他可以透過很多的 基金操盤人 幫他操作 聽得懂嗎 他慢慢的賣掉以後 把錢轉回去了 這樣了解了 所以美國股市 未來應該會慢慢往下走 再加上川普 人家說那個笑 瘋子川普 他的民調越來越高 甚至超越希拉蕊的話 我告訴你 美國股市嚇了半死 因為他對華爾街 川普對華爾街 是很不屑的 就華爾街的立場來講的話 大家怕得要死 萬一川普上任之後 要拿刀子要砍 怎麼樣 華爾街 所以很多的有錢人 或者是怎麼樣 業內 我們講業內 華爾街業內 都在紛紛的怎麼樣 出脫股票 他只要看著川普的民調 慢慢往上升 他們就怎麼樣 開始賣股票 老船長 那川普的民調 會不會往上升 我認為會 因為川普他就像一顆 不定時的炸彈 這種人他在選舉的時候 很會講選舉語言 他比較佔優勢 因為他比較不負責任 老百姓聽到送 就送了怎麼樣 票就投給他了 尤其是對於那些 很失意的人 老船長你不是說 這幾年美國QE 經濟好起來嗎 好起來是肥了那些 怎麼樣 有錢人 事實上在美國最低階層的人 日子越來越難過 因為錢都被那些 有錢人賺走了 你永遠記得我的話 你口袋沒有錢 你不要想要賺錢 你口袋越有錢 當行情來的時候 你賺最多的錢 對吧 對啊 那麼美國這些 低下階層的人 他怎麼樣 過去是投歐巴馬的 因為黑人 大部分都投歐巴馬 歐巴馬也是黑人 第一個黑人總統 好棒棒 可是這些黑人的生活 並沒有得到改善 他轉而賭爛票 可能會投給川普 像川普他會講 要殺光所有的IS成員 各位觀眾 他還說他在時代廣場開槍 殺兩個人 他的選民還是會投給他 各位觀眾 這都是選舉的一種語言 但是這種可以騙到怎麼樣 很多的票 所以你看川普怎麼樣 哇 勢如破竹 希拉蕊 本來想說穩贏的 那麼現在看起來 最後也許就希拉蕊當選 那不管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美國股市可能會大崩跌 因為川普的氣勢上來 對美國股市有很大的殺傷力 好啦結論來了 我剛剛講的政府的政策 要升息了 要把資產賣掉了 錢收回去 再加上川普對於美國股市的影響 好啦 各位觀眾 如果美國股市下來了 全世界最強的都下來了 歐洲要不要下來 當然要下來啊 中國大陸 雖然在相對底部 但是他的最低的底 還沒有來到啊 中國大陸股票 絕對底部不是在這個地方啊 搞不好要跌破2500點啊 對不對 那這時候我們的台灣怎麼辦 所以你現在慢慢聽得懂 我不是在亂講話哦 有興趣 把我下半段聽完的人 你就知道未來你應該怎麼做了 導播 進廣告 多一分警覺 恢復家園時 請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護 先做好自我保護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 請丟棄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積水一周就會生蚊子 廢氣容器要盡速清除 堆分警覺 堆分自我保護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不呱呱 沒有錯 就是這道光 讓老船長帶你乘風破浪 一路過五關斬六將 打遍天下無敵手 你還在等什麼 02-2389-8689 02-2389-8689 您需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始發頭部幫您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咨詢在線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部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部 02-2389-8689 有人問這一支在哪裡買 十分的無聊 你管在哪裡買啊對不對 這不是節目的重點 那老船長你拿這一支幹嘛 我拿這一支是方便比東西嘛 就這樣而已嘛對不對 各位每天那麼苦悶 成交量都六百多億 是不是 投顧節目看個鬼啊 不要看關起來 參加會員 門都沒有 對不對 我當然是希望大家來看我的節目嘛 至少我能多救幾個家庭 我就多救幾個嘛 上半段節目講完了 還有沒有人敢全力做多的 歡迎沒有關係我不在乎 我測標寫得很清楚啊 累積套勞的一種能量 什麼意思 各位看一下 台北股市 這一段有沒有反彈 有沒有 哇 虎咖歪咖歪啊 反彈啦 有夠強的 摔死 這邊有沒有反彈 有啊 彈到多少 不管 我說過 各位觀眾 我說一定會反彈 反彈是叫你出股票 空股票的 結果你不是 你還給我加碼 你還給我攤平 任何的教訓啊 散戶永遠學不會 你看 在上漲的時候 我叫你做多 金牌一號二號一直推 你不聽我的 有沒有拉回 有 有沒有拉回 有 有沒有拉回 有 都會有拉回嘛 在上漲的過程當中 但是就是多頭 下跌的過程一樣道理 有沒有反彈 這邊有 這邊有沒有 有 這邊有沒有 有 這邊有沒有 有 那要怎樣 空頭就是空頭 投顧老師啊 竭盡所能表演啊 這個地方你不敢買啊 這個地方我帶你買啊 我帶我會員加碼 他會員前早就再怎麼樣 四月份輸光了 還帶會員加碼滿進 在節目上表演啊 一隻接一隻表演 各位聽得懂嗎 他帶會員買的宏達店 完全不處理 帶會員買的陳紅不處理 面板股不處理 LED不處理 太陽能不處理 通通不處理 你參加的如果是這一種 我只能說 早晚歸零高 那是你自己的選擇 Your own choice 你不要怪任何人 懂不懂 因為你太好被騙了 這樣了解意思嗎 好 那麼台北股市這一波反彈之後 它會往下灌 跌破這邊是剛好而已 我剛剛講過為什麼會跌破這邊 因為美國股市會往下走 歐洲也會往下走 原因我已經講完了 你可以不要相信我 你可以打個電話問歐巴馬 喂歐巴馬 請問你們是不是要 打算要升息 而且要把資產賣出去 利息呢 還要這個 你講到這邊 你電話已經被掛了 你打去問嘛 我上節目我會亂講話嗎 各位都可以上網站去查 對不對 那你要視而不見 你要裝作怎麼樣 不聽 那也沒關係啊 你最後你就要怎麼樣 勇敢的去面對這一些 好啦 美國的因素 再加上 520接近了 兩岸現在的狀態是 對立的 過去八年 為什麼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老共不會特別強調 九二共識 小英上來了 他們就要強調了 陸克也限制不准來了 為了瞎咧 就是因為政治立場不一樣 國民黨是怎麼樣 認同九二共識 民進黨是怎麼樣 不承認九二共識 頂多有會談 但是沒有共識 那不管怎麼樣 這是他政黨嘛 對不對 他是他的自由嘛 那大家也把他選出來當總統嘛 那接下來就要去面對這個問題嘛 對不對 那如果五二零的演講完之後 沒有九二共識 也都沒有講到這方面的事情 本來也就算了嘛 對不對 管他講什麼 我們總統的自由啊 但是如果老共講話了 他說從現在開始 關閉一切的 怎麼樣 協商啊 各種活動啊 他說要在九二共識下 來建立這些合作啊 協商關係啊 你不講他把你關閉怎麼辦 各位做你要去投票投給誰 我沒意見 那是你的事情 但是你手上有股票的各位觀眾 那個是錢 你不要跟錢過不去 你要懂得分析政治 對你有沒有利 對你買股票有沒有利 如果你覺得沒有利的話 我建議你不要去賭 未來如果真的 哇兩岸大好啊 要往上漲了 你多的是機會買股票啊 你不急於這一時啊 兩勤若是天長地久 我何必在乎怎麼樣 今天晚上嘛 對不對 不要急嘛 所以我建議大家 你看現在大家很多人在壓寶 哇台北股市你看看跌不下去 八千有手 不要怕勇敢的台灣人騎騎 對沒關係嘛 你如果要把這一種 所謂感性的一面 帶到股票市場 你早晚會輸光 day and night 早晚 在股市你要非常的理性 你要很客觀的去 從各種層面 技術啊 基本面啊 籌碼啊 政治經濟 你全部都要很客觀的分析完了之後 然後你來做出買進 還是賣出 這樣子對你人生啊 你的投資的人生啊 各位觀眾 是不是比較健康 那你投票要投誰是你家的市嘛 我再講最後一次 你明白嗎 你要支持小英 很好啊 我也沒有說不好啊 對不對 我現在是股票跟政治怎麼樣 把它分開來的時候 我告訴你 你應該怎麼做 那麼往往股票市場 它要累積一些套牢的能量 它摘下去摔死的程度 才會怎麼樣大 好比說 現在大家去看足球 哇都跑到那個看板上去 結果那個足球場 是很多年失修 結果因為那一場是世界被冠軍賽好了 哇 急爆滿了人 大家又塞三分 哇 波浪又跳 好啦 人越多 最後摔下去的時候 壓死的人 一定會更多 如果整個看台上面只有五個人 各位觀眾會不會有事 就算塌下來 那個高度也沒事啊 所以在一個空投市場 它在下跌的過程當中 它一定會出現反彈 有的時候 反而這個反彈 各位觀眾你看 反而這個反彈 如果說它的這個幅度 看到沒有 比較大的時候 往往後面帶來的災難會更大 所以你不要高興 就算5月19號 甚至520給你漲好不好 我告訴你 來到這邊 下去死得更慘 我講這個話 你可以根據台北股市 過去幾十年 你把線型叫出來看 看我有沒有騙你 那麼現在檯面上 只有我一個分析師做股票 是看空做空的 這個我承認 我也講很多次了 那麼520如果真的開始大跌 或是520過後的那個禮拜 開始大跌的話 你只要記住一件事情 全市場只有我是真的 我是對的 其他告訴你 他股票早就賣光了 反手放空 你是他的會員 你很想 對不對 幹嘛 我不管 但你記得只有我一個是對的 那一樣的道理 未來這個盤沒有漲 沒有跌 注意聽 沒有跌 是大漲一路漲到八九千去 那各位觀眾 全市場做股票的 你只要認為有一個人看錯 就是我老船長 我不會去LINE 我兩種可能 一個在這邊三鞠躬 跟所有觀眾 還有我的會員道歉 第二個 我可能怎麼樣 就會暫時離開螢光幕 我今天講這個話 夠不夠負責任 夠吧 我不像其他的分析師 看到漲 你看那個大電視臺 請那些人去拿通告費 每天上去講的 哇 嘴嘎轉播滔滔不絕 美國股市大漲 就說這個盤怎麼樣好 美國股市一跌 又說這個盤保守了 我跟你講 那些人就是去騙三五千塊的通告費 蛤 會員也都不管了 都不甩也不帶了 人就跑掉了 多的是 一堆 我很負責的講 你們都記下來了 對不對 到時候我保證 如果盤大跌的時候 一定有一堆的分析師告訴你 他把股票賣高 在高點已經賣掉了 他說這個地方 當然是要做空 我跟你講 他們的會員都想要 把電視給砸掉 他都很敢講 他就是騙 那怎麼樣 主管機關也不會管 所以我說只有我一個 老船長什麼事情 那就是去賣龜鈴膏 我講過了 我做分析師做了十幾年了 我很了解現在市場上的情況 成交量很低迷 大家套得亂七八糟 輸得快光了 打開電視 還要參加投顧 多麼殘忍啊 還要花錢 對不對 但是沒辦法 各位觀眾 你一定要這麼做 但是你要選擇跟誰 很重要 你可以選擇跟我 我沒有什麼不好意思 因為我不一定錯 人少的地方 不一定就是錯的 所以等一下我麻煩你拿起電話來 因為我的空中補給專案要結束了 我連字卡我都把它撕掉 就剩下最後的倒數計時了 如果你沒有參加我的空中補給專案 我跟各位報告 以後你說 我只要交一般會員的會費 但是我要參加特別雲頂會員 我告訴你 絕對不可能 你要利用這個倒數的機會 等會電話拿起來 我給你掛保證 你真的用很低的門檻 一般會員的費用 但是我保證你 參加的是親自專能帶的 不是抠訊的那種 雲頂特別會員 你準備好了嗎 今天是你最後的機會 拿起電話了 我希望你做出名字的抉擇 五 開始 撥打 包爵 4 5 8 9 9 9 10 9 10 9 0 10 10 9 10